今日點題兩個字 雲戰 先講講情況 今日港股反覆 早段低開後曾經升過8點 上了25,700點水平 不過其後無以為計 慢慢跌回頭 最後全日跌98點 收25,527點 成交少了 638億 今日市匯中資金融股其中一個下跌動力 包括健康跌得比較多 1.2% 騰訊軟軟的 今日跌成0.6% 比大市跌得多 不過這陣子斬著弱的本利經濟股 今日彈了一點 所以令到跌幅不至於擴大 如2號、3號 即是中電、煤氣、以至領展、港鐵都有升幅 令市不至於越跌越多 討論整個市形勢 形勢如何 回到點題兩次 混戰 混戰是甚麼意思呢 一方面外圍的政治經濟因素都是偏淡 另一方面 港股的資金形勢好像還可以 一口一口的因素進行一場混戰 先講外圍 經濟方面近排出的數據都是一般的 好像今日新鮮滾熱 英國出的英國數據 以至歐洲數據近排出的都是一般的 英國的8月份製造業PMI 已經去到47.4% 換言之 是低於榮孵分界線 即是收縮 與此同時 歐洲8月份製造業PMI 都只有47% 雖然比上月好一點 但仍然繼續收縮 形勢一般的 這是發達國家 發展了國家 更加有新的壞消息 就是阿根廷宣布進行外匯管制 外匯管制之時 不能輕易從官方渠道換到外匯 即是阿根廷國民 但無法阻止PISO的下跌 大家可以在黑市換 所以PISO在黑市價繼續創新低 其實阿根廷的情況 是自從現任總理初選時落敗 已經出現一個亂局 慢慢慢慢地下跌 今天再下跌 形勢都頗緊張 與此同時 聽說了幾個國家之外 美國自己本身的形勢都很麻煩 因為美國近來出的數據 已經有轉弱的 像最近出的GDP 收定數字只剩2月 之前數字是2.1 向下收定了 至於物資根的消費者 信心指數也跌 只剩89.8 比預期92點多是低的 換言之 當地消費者信心是弱了 至於8月份數據 大家覺得已經開始反映到關稅的影響 大家都開始擔心 加上大行又暢談 今天有些外媒說 美國經濟已經有9個指標 顯示美國經濟的響起警號 紅燈亮起 哪9個數據就不說了 其中包括債市出現 知識率曲線倒掛 GDP又弱了 企業盈利又差 製造業又放緩 加上銅價金價走勢都顯示 其實美國經濟開始由高位轉落 這些經濟的情況出現 通常有利於美元上升 因為美元是資金避難所 當傳入經濟或環境不良 資金就湧去美國 美元因而受惠 所以美元指數繼續向好 99.29%破了前浪頂 就是這個位置 在做近期的高位 走勢很強勁 這就是經濟的情況 同時外圍的政治都一般 首先當然要說中美貿易戰 9月1日正式互相開晶新的關稅 美股昨天沒有市場 今天會開市 迎接關稅實施以來的第一個交易日 究竟怎樣都比較頭赤 因為除了正式開晶 今天外媒報道 中美會否談 現在大家都開始有些疑問 因為盤點出來 發覺美國對中國有七個要求 中國都未必會答應 與此同時 中國對美國有三個要求條件 美國亦都可能不答應 外媒報道就說 既然雙方覺得最重要的幾件事 大家都互相不答應 那談來為甚麼 互信已經是經過過一年多的談談 又反悔之後 已經開始沒有信任的基礎 所以外媒報道說 中美究竟9月份會否談 都是成為疑問 所以這樣的情況 已經令到美國在亞洲交易時段的期貨 已經向下走 所以今晚 杜瓊斯均平均指數 究竟怎樣走 都是很關鍵 之前曾經穿過前浪頂的綠色箭嘴 顯示好像突破勢流 但破了之後 又不能進一步上升 反而回落 這個形勢就是一般 這是外面的形勢 當然英國也值得提一提 英國的情況就是 現在如火如荼 究竟會否硬脫勾 這個星期可能有些啟示 因為3日開始 英國國會試圖通過法律 阻止約翰遜在沒有協議之下 硬脫勾 但這樣的情況之下 約翰遜已經首先威脅 如果通過法律 我都不會遵守 寧願提前大選 最快可能是星期三 明天就會提前大選 如果英國通過了 整個形勢非常緊張 所以英鎊率率先受到衝擊 看到走勢 1.2已經穿了 1.199多 前浪底亦失手了 走勢非常弱 雖然英國通過了幾年 一直都談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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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 但現在直路 究竟是怎樣 影響著全球市場 只不過外圍的正經 很多陰霾 很多冷風吹 來的同時 港股方面 就好像OK 至少資金的情況 一方面 港股通 持續錄得淨流入 已經三十多個交易日 已經累計超過七八億 資金快要入港股通 於今年來計 更加有統計 已經超過一千五億 換言之 北面的資金 不斷有興趣買入港股 這是利好的 某程度擴充了外圍 正經的利潭消息 第二個就是股份 陸陸續續出來回購 之前長實集團 李嘉誠的旗下基金 出來增持 最近公司有多間出來回購 騰訊之外 小米又是回購 月盟又是回購 好像資金繼續 都是想買回自己股票 其中最普遍的解釋 是否覺得價值已經浮現 所以公司出來回購 值得大家注意 無論如何回購 怎樣都算是利好 加上上證指數 其實走勢也不錯 看到今天是再升 雖然不升不多 但持續上升 已經突破了下降軌 換言之 這個資金面 中港顯示是向好的 混戰之下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今天恒新之道 走三角形走勢也有道理 三角形是代變的意思 顯示雙方很淡都沒有正式打倒對方 所以出現三角形代變走勢 大家留意三角形走勢 混戰之下究竟是誰贏 看著三角形底部 以至三角形頂部穿上 好友佔優 跌穿下 雖友取勝 起碼初步 大家留意著 初步來說 雖友稍稍稍佔高一點 起碼二十天線受制住 壓住在三角形底部 大家無論如何 留意著 看看是否要穿底確認 雖友是否稍佔上風 整個關係 跟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